大脚新讯息 这意味着我们没有物质层面 没有身体 没有边界来限制我们 我们可以去我们想去的地方 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美丽的宇宙中 我们想关注的任何地方 而我们选择关注地球上的人类 因为我们为你们而着迷 我们为你们的历程 为你们的毅力 为你们奋起 并应对日常挑战的能力而着迷 你们的扬声正在谱写历史 你们正在展开你们可能做到的最大的跃进 因为你们已经从第三维度移出 现在你们正在向第五维度前进 这是一个对你们自己 对你们已经取得的进展感觉良好的时刻 但这也是一个让你们探索 下一步想去哪里的时刻 你们的旅程如此吸引我们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接下来会为自己选择什么 我们有一些想法是出于概率的 因为对于一个个体或一个集体来说 突然出现90度的转向是非常罕见的 但我们感兴趣的是你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你们接下来会创造什么 以及你们将如何成为你们的更高自我 这是你们在地球上命运的主要部分 许多人设想像第五维度的转变是关于将自己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比如从邋遢的路边旅馆升级到五星级度假村 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你们正在改变自己 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外部的世界似乎也在改变 但实际上 你们是正在改变的那一个 当你们以更高震动的视角运作时 你们将看到 体验到并能够做到你们现在做不到的事情 但你们的局限性并不是因为你们生活在哪个国家 在那里有什么样的法律在管理你们 或者你们在银行里有多少钱 你们的局限性只是由你们正在提供的震动所造成 改变你们的震动 你们将改变你们会经历的一切 这趟旅程是为了改变你们自己 一直都是如此 它从来都不是关于改变周遭的环境 或消除所有不好的东西 它从来都不是关于把你们不喜欢的一切抛在身后 飞向一个更好的地方 一个更好的石像 你们是意识上的转变 它始于你们 也忠于你们 完成它是你们的使命 你们不能把这事搞砸 你们可以一大势所趋而享受这场意识的大转变 也可以对你们不喜欢的现状进行反抗批判和谴责 这不是更令人满意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研究和观察你们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不只是在一艘游船上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我们知道你们在创造这一切 而你们的主要造物就是你们自己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下集完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